早安 早安 大家好 我是梁繼章 我是肯尼 好像很久沒有回來 好像休息了很久 這三天的假期 星期六 星期日 加上昨天星期一 今天星期二 幾天加上 好像覺得很開心 開心啊 好像很久沒見你們 很想念你 上個星期都跟肯尼做過節目 又是星期二 因為幾天假期 大家進行了很多活動 肯尼就周圍去 我去到大灣區考察 去到大灣區嗎 有沒有買樓去惠州 拼爛了你那些藍尾樓 找葛沛凡人幫你搞搞他 我真的有一點衝動 去到潘嶼 即比較近廣州南站 駕駛20分鐘車 這樣很近 叫什麼祈福奔分會 肯定不是嚇人 祈福原來是英文譯音 不是祈福新村 是嗎 他叫Clifford 原來有英文 Clifford 即是Cliff Richard那些朋友 你說他 英國貓王 金童子 金童子 很出名 很麻煩 那裡真的蠻Richard 其實看到那個感覺 很多東西吃 一個叫做新型屋苑 裡面有四五十間很漂亮的餐廳 大陸一定要吃 肯定不會吃壞人 一定不會 一定超好吃 吃多一點 除了他是真的 除了他的食店 令你吸引 很新正 生活環境多漂亮 新樓也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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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最驚訝的地方 你真的很內涵 整個祈福奔分會 很新正 一個國家重點的項目 你真的想著去買樓嗎 我很想叫我老爸老樓 老樓嗎 你老樓啊 你怎麼買老樓啊 你怎麼買老樓啊 舊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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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多少錢啊 他多少尺啊 我不知道啊 但其實那個好 你什麼資料都沒有拿 只有一個廣字 那段故不會太貴 廣州難 又不是啊 未必啊 生活環境多舒適 轉360個身都不會有事 不會碰到人 為什麼 整個祈福奔分會 沒有人 我知道 四十幾五十間餐廳 沒有人吃的 但是有人在營運 營運 很少人 拍烏鷹 拍完烏鷹 好像沒有人的烏鷹 其實這樣的餐廳 我真的不敢吃 我怕什麼呢 那些貨物都放了幾天 沒有人吃 所以就進了一堆貨 放一天 放一天 開頭的蒸魚 兩個月就炸 煎魚 炸魚 然後就打爛魚 用來做魚蛋 然後剩下豆腐 什麼魚 總有肉 送嫂魚 總有肉 總有肉 我們這些中國人 對不對 中國人最能吃什麼 中國人 對不對 旁邊有一個罐頭 加工廠可以煮罐頭 送嫂魚羹再變罐頭 對 對 對 你真的 Michael 不懂這些廚藝的精神 不會壞 不會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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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有人吃 只要不要自己吃就行了 對 最重要是不要自己吃 無所謂 我就是想到這些 如果我叫我爸爸媽媽在那裡買樓 退休在那裡住 他們就吃這些送手 你這樣弄了你爸爸 你真的很討厭你爸爸 上次他拿了六萬元 拿了你太多 我爸爸不知多愛國 他不知多想回去 這個不關愛不愛國 那快點 回去住跟愛國完全無關 你愛一個地方不一定要住 那裡 你設一個女人不可以嫁結婚 那要說服你爸爸媽媽在那裡買樓 然後推他兩個樓上去住 那你住了現在的房子 然後你霸了他的雀巢 勾佔他現在的房子 你現在就很愉快 我也想勾佔他 但思考了一陣子 我發現真的不行 如果在那裡生活 買一間這樣的樓 我第一個擔心的位置就是 我沒有信心 對那個地方 我本來不知道 你有信心嗎? 沒有的其實 去到見到很漂亮 不用了 你爸爸媽媽有信心就行了 你不用有信心 所有漂亮的東西背後 那個漂亮不漂亮 是另一回事 人要來 表面一定要漂亮 人要來 表面都不漂亮那些 他就死定了 是啊 你問快B 他經常說人要漂亮 比你的女朋友 越漂亮的女生 你就第一個 你看看人妖歌舞團 那個自由反應 自動反應就是人妖來的 漂亮也不得了 第一眼看起來很漂亮 但之後發現 整容 潛健短妝 鋼筋又短了 我看到旁邊還有一個地盤 我很害怕 因為你看到那些大陸片 突然整條橋會生氣 那如果他沒有人買 他要做什麼 我想問 那些餐廳沒有人吃 那他開來做什麼 我想問 是裝置藝術來的 那些 波子亞 做個假裝彎章 彎角 但選擇真的很多 只不過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人幫襯 你今個星期就去大灣區 對 樓盤測試 再早幾天 我又去另一個灣區 去三帆市灣區 兩個灣區比較 差很遠 河的顏色也差很遠 三帆市的河是什麼顏色 那在我們偉大的祖國是什麼顏色 我判斷都是什麼顏色 我判斷都是什麼顏色 什麼顏色都有 什麼顏色都有 真的判斷都 七彩繽紛 但是有人在那裡爬龍舟 這叫出色 品味很獨特 在那裡爬龍舟 三帆市的灣區就好 不過那些樓移園都非常貴 他們說那裡的生活都很難 我跟那些灣區人聊天 你也很留意樓盤 你是不是即將這個成家立室 我也想 你是不是先找樓 後找洋樓 他是不是想拿著 八萬富翁那三萬元去買樓 只能夠在那裡買 只能夠在那裡買 他在香港買不到 香港租都不行 如果你廣州的話 也不是很便宜 當然啦 那個道友跟我說 一個平方米 都起碼要三萬多元 好像太便宜 還要說是窮鄉碧陽 中國人炒樓不只是炒外面 又炒自己又炒外面 又炒英國 攬炒 總之去哪裏就炒哪裏 去到哪裏炒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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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看到外洲好像有些 炒了整棟樓 炸鬼了 現在還在搞海岸居 不知道現在搞成怎樣 海岸居 沒有改錯名字 那你這幾天是工作去這些地方 三萬四個灣區工作 大灣區就是去美食之旅 全部都是那些阿蕾走下去 一個weekend 為什麼你跟阿蕾出去 你多了幾個契媽 我也想 其實是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跟阿蕾 我跟我的朋友 他說話 有頭無尾 他現在法庭 一定會被人遭到阿媽 一定會遭到 前言不對後語 應該跟阿嬸去 應該跟阿蕾去 應該跟阿蕾去 因為是一個四十多人的阿蕾團 但是有七個我這樣年紀的朋友 為什麼會加入這些團 便宜 七百九十八元 你說你加入了一個團 是阿嬸參加的 不過我貪便宜 順便找到阿嬸去一下 順便參觀一下大灣區 七百多元 兩天一夜 一間很漂亮的酒店 威斯丁酒店 威斯丁酒店 威斯丁 威斯丁 威斯丁一晚都不止 自助晚餐 加上自助早餐 是酒店的自助早餐 只吃這個也便宜 我試考了很久 你不要算是否吃死你 你有領導牌嗎 你有沒有走來 義務做一下領導 拿少許小費 我跟他學習 講一陣故事 小費小費 一人五百元 我看看他的大團的方式 我打算學習一下 什麼為差的大團方式 因為真的很地蹲 有沒有屈人買東西 沒有的 這個順玩團 段五節你也不屈人 段五節就是紀念性屈那個人 現在不是屈完 是屈未完 就是屈永賢那個假名 屈未完 你端午節你也不屈人買東西 你是不是聰明一點 我是被人屈的 就是屈的 擺明端午節就是屈人 我是團友 我怎樣屈人 你站在那裡說幾個東西 就是領隊 很多人出來說自己是專家 就是專家 你站在那裡說自己是領隊 你真的 穿劍白袍就是醫生 我不是這樣駁你 現在穿劍白袍就是醫生 你現在穿劍白袍就是醫生 懂得說話是DJ 懂得拿筆就是作家 沒錯 下條胎是立法會議員 下條胎是立法會議員 不打胎也可以 職位是高官的 這個世界都是假和真正的 你走出去說兩句話是領隊 接著收得小費 我也想 但是沒有了 什麼事要走上去跟他爭威說 我肯來這幾天就搞這些 我這幾天都是由上星期四開始 看世界盃 第一個周末過了 4、5、6、11 踢了5萬球 今晚兩場就踢完第一回合 大家知道 我是看不到球 看球來做衛生球 真的 你想一下 你現在有沒有斬我 有 輸了幾千元 平不回來嗎 平不回來 我曾經平過 又再輸下去 人生一樣 高高低低起起跌跌 你要來封衝三指跟德哥聊聊天 我要跟德哥 他經常去講球 你什麼時候講 對呀 他還沒約我 約我 我也沒有機會 德哥經常講什麼 德哥經常教我套座的東西 去到最後 什麼套座 大概就是 兩邊座座 對沖 對沖 對沖人生路 怎樣 你一開球買了50元 日本 是 哥倫比亞 買回來 然後補回 500元 哥倫比亞 這樣賠償 雖然低一點 但可以對沖你買的50元 輸死你 如果你是最後 你最大的筆 那筆輸了 除非你很黑仔 所以就會輸了550元 一定輸死 賭方面 不能黑不黑仔 那些什麼混淡 買股票那些 什麼無奉人 輸死你 那你跟著 哇 下跌又入 明天又再下跌 又下跌再入 那你就無忌心談 這就是德哥的哲學 所以我跟了他 所以我現在很窮 千萬不要跟德哥這種 跟我這種 我只買一樣 就是買樣球 但你也輸了 我聽到問題 你不要這麼大聲 一天還未到尺 還有兩個星期 整整兩個星期 有賭未為輸 告訴你 這真的是賭制心 有賭未為輸 如果你沒有買股票 譬如昨晚黑未有一場 中間有一場 比利時 不是 第一場是什麼 第一場是 南韓對瑞典 南韓對瑞典 如果你沒有買股票 或者早兩天那一場 什麼 塞爾維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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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什麼 塞爾維亞對 哥斯達尼加 哥斯達尼加 哥斯達尼加對塞爾維亞 如果你沒有買股票 真的悶到飛機 你看來做什麼 看股票不買股票 看來跑去 看股票為什麼 還有那兩隊你又不認識 你跟他友親 我跟朋友說 朋友說 不是啊 我不會賭球的 因為我喜歡萬聯 所以我就有感情 你任何有感情 回兩件事來看 看股票還是看股票 對 你對哥斯達尼加 怎樣有感情 你每一個名字都懂得讀 最重要 我們去風中三指教德哥 點兩條命路走走 你不能夠有感情 例如巴西和德國那場 不能夠有感情 有感情就是 巴西當然是厲害 德國當然是厲害 你說了 巴西對瑞士 巴西對瑞士 我就是聽朋友說 起碼入兩顆 2比0 過去的歐洲國家杯 和世界杯 都有錢贏的 如果我賣 我一定是賣下盤的 你想想 巴西和瑞士 巴西還要讓瑞士 一球一球半 你知道什麼叫一球一球半 如果巴西要贏兩球 你賣巴西才要贏 那我就聽我老友說 2比0巴西 瑞士的魚腩 吃瑞士糖 拿牛奶 就死了 那場 那跟你的分析 平時我的分析就是什麼 他信了別人的說話 不要看名牌 在第一個回合 德國巴西就是這樣 那如何解釋比利時贏3比0 比利時贏3比0 就是當你不要看名牌的時候 他又再開上盤 這是事後恐明 中國人也算是事後恐明 他現在是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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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越是名牌 你懂得買球賭球而已 巴西和德國的隊員 你猜他不會買球嗎 他自己不買球 他不會叫瑞巴菇姐買球嗎 可能他也看到一個盤 巴西和德國上盤 一球一球半 我都買下盤 然後我踢就放一點水 贏他一球或者打和 因為他還有一球 因為他是名牌中的名牌 所以他第一個回合輸 又可以 你沒有分析嗎 你買之後沒有分析嗎 當然有 都輸 所以下次不要分析 所以下次不要分析 沒錯 所有賭博就不要分析了 那些人很愚蠢就是分析 澳門那些大小 上兩次都是大 應該是今次四 不能這樣說 可能18次都是小 完全不能分析 我曾經跟一個香港賭神聊過 香港賭神 很想知道是誰 周星馳 是誰 幫李嘉誠看風水的阿伯 那些徒弟 的圖孫 聖賽的 的朋友 我問他一個問題 我問師傅 有些人喜歡刨馬 買一份折折領先 就是刨馬馬 我說做功課 刨馬的人贏得多 還是戀鬼的買的人 閉上眼球鬼旗 怎樣贏得多 我知道是馬會贏得多 他說 不斷刨馬經 刨馬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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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會贏得多 不要以為做功課勤力 都沒有理由亂扔錢 因為你到最後 會有爆冷的出現 所以我猜他覺得對 是馬會贏得多 或者五島會贏得多 十島九輸 開島的人就贏了 只有黃身就贏了 刨馬未必贏 但那些亂賭的 都應該不會贏 沒錯 因為有這麼多字 如果你每個亂賭都贏 他不就很麻煩 所以有些小朋友 在身邊的時候 有些小朋友說 我們不要說賭波 不是 我跟吳敏倫醫生的理論是一樣的 知道誰是吳敏倫醫生嗎 當然知道 聖博士 他說他一家大小在家看鹹片 那些不是叫鹹片 那些叫做人類性教育片 鹹片是通體的 他是透過這件事來教育 我的理論是一樣的 你在小朋友面前 你跟他說 十島是九輸 只有一個人贏 就是馬會贏 沒錯 然後那些小朋友就問 既然政府宣傳片說賭博是不對 為什麼會有馬會贏 這就是一個倫理的課題 你可以透過這一個 就是討論倫理的問題 因為馬會 政府想大家學會自製能力 他某一件事擺放在道 如何測試到你的自製能力 即是放一包煙在報紙檔 也是這個道理 給他賣 但寫完那些噁心公仔 什麼爛肺 什麼醜樣 即是Saving2 放一些東西出來 就是考驗自製能力 不要高賣 他不想你偷的人會鎖起他 社會就是善中有惡 莫中有善 是社會的真相 十島九輸 我們這些不看球 不打球 不賭球的人 反而覺得這劇 整個城市 整個市區 很舒服 首先有些學校 已經半放假狀態 小朋友可能已經不用回 或者很短時間 另外很多人好像他這樣看完球 或者留在家看球 又不出街 所以我昨天這劇 我發覺商場 是淡靜了很多 還有容易找位 容易吃東西 不用到處都是人 對於我們不賭球 不看球的人 其實是舒服了 如果昨天看英格蘭 你四點才睡 我看英格蘭 昨天英格蘭 對什麼 特尼西亞 特尼西亞 我通常是英文的 特尼西亞 你四點多 你睡醒都已經十二點 所以我那天早上 我連續兩天早上喝茶 昨天和媽媽喝茶 還想到沒有位 昨天是沒有位 昨天很多人 前天的星期日 整個商場都靜靜靜 沒有什麼人 沒有人等位 因為視乎戲碼強強 可能是星期日 那天早上十一點 十一點 十二點 接近十二點 正在睡覺 所以 星期六深夜 剛剛看完一場 那些客人在那裡 你幾個位 你幾個位 我怕死我 我不會去喝茶 昨天多人 前天是否沒有東西看 星期日晚 我剛才說德國對巴西對瑞士 德國對墨西哥 你真的要考我 我一直考 也好 繼續看 今天第一回合 日本對哥倫兵 我是日本隊的支持者 我現在撐兩隊 本來就是撐日本 現在看完冰島之後 撐了冰島 冰島就一比一迫和巴西 下本就有得撿 那你呢 你有沒有賭 我說沒有 他看球不能賭球 我是想賭球 但我身在外地 我會在馬會開你的定位 外地賭不了嗎 如果要參與馬會的賭博 一定要在香港 他會要你開定位 那你會叫你的朋友 你這麼多的選友 我不行 這些是自己私家 每次都買10元 叫朋友幫我買 很難看 如果我買了100萬 不過也是那句 自己小心為自己的經濟 記住 十賭九輸 馬會開到的就贏了 不鼓勵 當然